亮哥 驚嚇海域常態巡查 福大教授何思勝教授是認為 他說有海才會有島 在國家安全上有海才能保島 他說民進黨試圖不用九二共識 還是能談 但是想要忘了減少口 可能是最後一聲張 那趙春山教授是認為 他說現在這起事件 第一 已經造成大陸民間強烈反應 而且可能加速北京推進統一的進程 他裡面還提到 他說雖然說可能大家覺得說 中國大陸是一個政策 下來大家就照著走 但是他說那如果是14億人都有意見 覺得中南海會不管嗎 亮哥你怎麼看這起事件 已經被政治化上綱到這樣子了 因為我們金門早就撤走大部分的軍隊 現在金門只有三千人 那我覺得大概就算定大陸不會去佔領金門 因為如果兩岸真的要發生戰爭 大陸直接打澎湖打台灣就好了 打完了金門馬祖就自動就是他的 你怎麼會去打金門馬祖 然後引起國際矚目 然後美國開始對你發動制裁 然後卻沒有打台灣澎湖 你覺得會有這種戰略嗎 我認為不太可能 大陸沒那麼笨 所以你說什麼先有海再有島 是沒錯啦 可是人家又沒有要佔領你那個島 但他就是操縱一個抗中寶臺 對啦可是金下海域被沒收是真的 管制線他就不承認 可是這不等於人家要佔領你的島 因為佔領金門島馬祖島 會有國際政治的後遺症 因為你要知道那個當初為什麼 毛澤東決定不要打金門 不要把他打下來啦 因為金門跟福建都是屬於福建省 那這個不就是兩岸內戰延續的象徵嗎 中華民國有福建省跟台灣省 那你如果把金馬都拿回去了 那台澎就跟中華大陸完全無關 所以留下這一個有特別的政治意涵 就是兩岸還是有一宗模糊的架構在 你如果切斷了 搞不好民進黨很高興 民進黨說剩下台澎那正好 我剛好可以來搞獨立這樣 這個我覺得跟早年兩蔣時代真的不一樣 就是兩蔣時代真的是很重視金門馬祖 那不一樣那時候是要辦公 不太一樣啦 對啦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漁船事件事還沒有結束啦 現在只是人家在開兩會啦 不想岔開話題 事實上3月11號兩會就結束了 那接下來 接下來你還是要收尾啊 我請問你那個大體你不能一直放在金門吧 對啊 對啊那你要不要驗屍 那家屬沒有同意你怎麼驗屍 那沒有驗屍能結案嗎 你有沒有發現都卡住 那請問金門檢察官如何結案 對 你沒有驗屍欸 難道用觀察法嗎 用觀察法驗屍嗎 所以我說這裡這個問題要怎麼處理 我還真的想不出來 就是說這樣怎麼辦 你大體都一直放在金門 那受害者家屬會說我們要辦後事啊 對啊 你是不是要還我啊 你不覺得會是這樣嗎 這個我覺得是很自然啊 那你如果給人家拖一個月 始終不結案 受害者家屬就會說 你遺體還我啊 我們要辦後事啊 這個就變成是人性的問題了欸 人道 人道的問題啦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變數 他如果你如果到最後受到人道的壓力 你就把遺體送還對不對 那搞不好大陸那邊要驗屍了 對 如果驗屍還不一樣的話 那搞不好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啊 那變成一案兩判喔 所以蔡英文怎麼說要收手 不知道啊 蔡英文啊 他是攀手吧 攀手 我跟你講今天還發生另外一件事 這個今天有三艘大陸的漁船闖進新竹沿海 已經這麼近了 十六海里 已經進入臨界水域 那我們的海巡船竟然沒有出動 不會是都不知道吧 他說他知道 不然你怎麼會知道三艘 所以 我跟你講我們有那個 是怕有衝突事件 我們有按機的那個偵測的系統 花了4億多啦 所以一定有看到 可是耐人巡位的是沒有出動 那反而是我們的漁民看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漁民有放在海裡的一個籠子 被他們拿走了 蛤 因為他是拖網 對 結果海裡這樣一拖把他的一個 不小心被拉走 一個漁龍拖走了 所以我們大陸 我們台灣的漁民在那邊大叫 所以要去追他的漁龍 這樣 那他就說為什麼沒有海巡船 對 將軍這種情況下沒有海巡船 是不是代表著 而且我這裡 將軍回答之前我再講一下 大陸漁船會開到十六海里 這很遠 對 這距離廈門已經很遠了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可能不是漁船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漁船 確定是漁船 因為他在拉那個網子 我認為這是變成門戶洞開了 你今天海巡組應該過去 應該過去做執法的動作 不然要海巡組 海巡組的責任任務是什麼 他已經到達林街區了 林街區是20海里 然後這個林海是12海里 他已經進到林街 進入林街區 下一個就是進入 因為16海里距離12海里 只有4海里 那就在旁邊 那還有最起碼要出來借戶 而且中國大陸的漁船 它不是一艘 它三艘 那三艘的話這樣子 那有沒有 那就是 這是我們的漁權 那要不要去維護漁權 那漁民的生計也在這裡面 那是不是要去做一些應變應處 或者是最起碼要出動嘛 要廣播驅離或者請他離開 我補充一下 對 是新竹的漁船118報案 結果最後報案的是新竹漁船 對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有些任務帶多 行政帶多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是他的責任區 那責任區的話 有沒有去執行他的責任 去執行他的任務 去負他的責任 要去執法 你現在沒有原則了 你在金門的時候 這執法把大陸漁民兩位 這個溺水了 那現在你要到台灣這邊 你又兩道標準 要不要去執 你在金門做這樣子 那在台灣要不去做 你變成前居後宮 你到時候沒有原則 沒有標準 你會讓海巡署的同仁 海巡署的官兵 將來不知道要怎麼去做 到底是要硬執行 還是軟執行 到底要他的這個SOP 標準作業程序 這個中國大陸的漁船 到達二四海里 要怎麼樣去做 進入二四海里 怎麼樣去做 都要有一些應對 有一些介護 有一些警戒 或者有一些驅離 比較積極的動作 有一些驅離的動作 是不是要來做 你要一下這個要有 一下又沒有 到底有還是沒有 到底要還是不要 到底要不要執法 還是不要執法 會弄亂 弄亂的話 將來號令一出 下面手忙腳亂 不知道怎麼樣去做 釘線的很難去做判斷 到底要怎麼做 對 這個軍隊才強調的 就是紀律嚴明 民進收兵 這個擊鼓前進 都是這樣子 這個定的是非常的清楚 那要還是不要 你會讓你莫衷於事 到時候下面的官兵 他不知道要怎麼去做了 到底要不要去執法 會沒有沒有方寸 沒有標準 我認為這個會造成 往後更大的問題 到底要還是不要 那這樣 這個如果是將來到軍隊的話 那會更嚴重 到底要戰還是不要戰 到底要開火還是不要開火 請你有個指示 結果上面不給指示 你自己看得辦 那怎麼辦 那又不能按照SOP 你看那個SOP要出去啊 已經進入二四海裡 因為SOP已經雙標了 對 你會變成亂標 你雙標可能還可以 結果是亂標 到底會怎麼樣 會造成這個人心惶惶 會這樣子嗎 會人心大亂 而且未來這種情況發生 可能會越來越頻繁 所以就是說 上面到底要怎麼樣來處理 所以內閣其實就很重要 歷史哥 今天蔡英文講得很好聽 他說 通常做領導人不一定最聰明 也不一定最有資源 但是是最能跟別人相處的人 所以真的我也是看不下去 我快吐了 酸自己嗎 從他嘴裡說出來好諷刺 難怪爛攤一堆 照你的邏輯應該選韓國瑜 也的確啦 接下來除了兩岸題之外 賴清德一上任要面對的就是 第一 電價調漲 民不聊生 還有我們的健保基金 健保精算負債13兆 以現在來算平均每個人 悲債56萬 太誇張了 我先補充一下前面那個 實在是很瞎 第一個現在蔡英文 我剛才亮哥在講說 或者不是說他現在是兩手一攤 他就想退休 你知道那個軍中在做紅軍 就是代退老兵 倒數的饅頭 對 就最後一個月 或是有些比較寬 可能最後三個月 可能連連集合都不來了 除非到銀集合 他才會出現 就是真的是很誇張 再來補充一下 剛剛亮哥所講到的那個事情 那個事情超扯的 因為當時第一時間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是沒有詳細消息的 是3月6號的下午2點40分 就已經報案了 對 然後呢 竟然這個消息到什麼時候才曝光了 到昨天3月9號 那中天跟友台有爆出來 到了今天 我還看到只有中天來報說 有去詢問海巡署的中部分署 中部分署才突突突突 才把事情給講出來 他說當時呢 是在苗栗外埔西北方 六海里啊 三台愚蠢 六海里在五海里要集成 那是在零海裡 對啊 六海里 然後最好笑的是 第一時間呢 這個海巡署說 他們有派這個PP10035艇 我跟大家報告 看到這個數字 我馬上反應過來 因為最近我做了海巡的專題 PP10035艇是幾噸級 大家知道嗎 是100噸級的 最小的那個 所以派出去之後呢 當時啊 因為風向海向太惡劣 所以我無法進行驅離活動 所以我們用雷達追尖 超扯 三艘漁船開在那邊 正在正常進行捕魚 我們的海巡署說海向太惡劣 我們沒辦法驅離 各位鄉親喜歡 那漁民那邊的不惡劣嗎 他還可以捕魚耶 對 這超級扯 就是漁民 我猜他們不敢接近 因為一接近 是不是現在要有密錄器 驚嚇事件2.0 有可能 而且要有密錄器嘛 對啊 帶了沒 有可能買了 但是他肯定要帶嘛 不管買了沒有 漁民有錄 漁民都錄了 漁民都錄了 所以最後他不敢接近 而且你知道 這個海巡署還補充 海巷級惡劣 7至8級陣風 那陣風有到10級 然後浪高3至4米 因為有這個生命危險 所以我們返航待命 然後後來呢 到了什麼時候呢 到了後來呢 3月7號臨時 他們出了中部海域 所以呢 我們就結案了 就是啊 終於走了 對對對 所以我不要 我不要接近不要錄影 對不對 然後我拍一台很小的船去 因為接近不了不能怪我嘛 就是荒唐到幾點 對啊 可是荒唐到幾點 完全在閃避 所以這個蔡英文說 做領導人不一定最聰明 對啦 不一定最聰明 但像他最會睡覺 最會躲起來 最會神隱 神隱阿嬤這一招 那確實是他最厲害了 那也不一定最有支援 那他最有支援 他哪裡沒有支援 現在最悲哀的是 我們剛才第一part所講的 他還把管碧林給拉起來 現在管碧林這個爛攤 他不但不懲罰他 他還等於是肯定他 還把拉了跟新總統站在一起 不會幫他升官 對 所以現在來新城要換掉他嗎 不可能嘛 所以520之前就是說 海巡你們都先不要再惹事了 但是就剛將軍講的嘛 那海巡的任務是什麼 其實現在真的可以感受得出來 第一線的人覺得很尷尬 我跟你講 這是前去後宮 他去追大陸那個漁船翻覆歷史 這個做的行為實際很惡劣 他是拖往漁船 鐵殼船 他把我們漁民的一些東西剪掉 這漁民現場看到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他不動 你不覺得是前去後攻嗎 是啊 就怕又出事了 標準不一 怕又出事 就是怕又出事 那我就問嘛 那將軍 那如果說接下來都是這樣 怕又出事 是不是更容易會有事 這樣子 我認為這樣子的話 會將來會層出不窮 最重要的是失了準頭 失去了原則 對 這是相當麻煩的 今天這個是要做還是不要做 要執法還是不要執法 因為標準作業成績 SOP規定的非常的清楚 距離狀況很清楚 然後怎麼樣去做 都很清楚 就跟剛才歷史哥講的 有沒有密錄器 有沒有側錄器 規定都 這時候的SOP規定的清清楚楚 而且這個是 沒有模糊地帶 這個是領海 你進入領海了 人家的盾位只有100噸 小船 他都這個說說風大浪高 那你海軍組的船 盾位都比他大 那我問一個比較敏感的 這個是我們海權被沒收了 那在海峽中線的部分 中共的軍機也是常常 如果再靠近一點點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就已經慢慢地靠近了 那這樣子也就慢慢地讓 中共在這方面已經習慣性地 海上跟空中在這邊飛行 那我們就一直退讓退讓 反正退讓 以退讓換取相安無事 其實這樣 不是以實力換相安無事 是以退讓換相安無事 這完全是藍原北側 這種標準 今天最扯的事情是 你看那個飛機每天在飛 對 今年元旦元月 我們的這個國防部直接公佈說 我們的航機圖 直接抹除航機 對 這不是眼耳道理嗎 我裝都沒看到就沒事了 我只是覺得 不讓民眾看到就沒事 是 對對對 醫生你講太好了 不讓民眾看到就沒事 如果我想讓民眾看到 就算是個這個 他要讓我們看到氣球 所以氣球的軌跡圖 現在標得有夠清楚的 怎麼飛多高啊 誰要看那個啦 真的是不知道現在 國防部在幹嘛 所以這個是要怪愚民 把它拍出來 對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醫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醫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醫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醫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項 隨便會 試一下 最高更新的屬性 現在的消費 瓶瓶瓶瓶瓶 糾瓶瓶瓶瓶的